离婚假戲真作 夫婦帶兩兒殺前妻 為什麼要殺他自己老婆 台南是28歲的紅姓女子 8年前和養科工成性男子結婚 還剩下兩個目前分別7歲 和8歲的兒子 但15年前 她提議假離婚 讓無業的她 變成單親媽媽 可以申請低收入互補助 離婚後 他們兩人還是住在一起 但半年前 前夫發現她常不在家過夜 還聽說她和男性有人一起出遊 甚至臉書上還有親密照片 兩人多次大吵 前夫奮而帶著兩個兒子 回老家居住 並討回監護權 讓她喪失補助資格 兩人正式分開後 她掛念兒子 常常理由子探視 但今年1月 前夫在臉書嗆瞎 說不想被打擾 否則會翻臉 前天晚上 前夫開車載著兩個兒子 加速衝破她住處的鐵捲門 下車遲到追看 五次她留刀 送醫後宣告不治 同住的母親也被刺殺 前夫犯案後 氣刀 在現場自己打手機報案 前妻啊 有 在Facebook上 有跟一些男性的一些出遊的照片 我怕生了苦腳 那一時氣氛之下 殺害這個死者 我兒子呢 怎麼保護我兒子 怎麼打我兒子 她心裡還是在不安面 你懂嗎 她從中裡面都有臉 然後她又被她說我兒子 可憐的兩個孩子 看到爸爸渾身是血 走出媽媽家 嚇到大哭 小孩子其實她內心做到很大的創造 藏起 有專家去幫她做的 心情資料 鄧新聞 綜合報導